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疾控中心CDC主任瓦伦斯基 今天在白宫的简报会上说 资料显示 全美最近一周的平均感染人数 比前一周新增了7% 每天的新增数量大约为57000例 他发出警告说 对目前感染率再次上升 深感担忧 尽管对疫苗接种加快感到乐观 但在病毒大流行中 没有理由放松 全国每日的死亡人数 徘徊在1000人左右 大约有20个州确诊感染人数上升 17个州死亡人数上升 瓦伦斯基说 CDC正在解决疫苗分配不均的问题 包括向疫苗分发机构提供更多资金 并在少数族裔社区提供更多的疫苗 与此同时 传染病学家福奇博士宣布了一项新的试验 亦检测疫苗预防感染和传播的效果 福奇说 这项实验可以搞清楚那些被注射了疫苗的人 为什么还会再被再次感染 以及其感染的频率和症状 是否会传染等等 疾痛中心前所长雷德菲尔德认为 冠状病毒起源于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 并在2019年9月就开始传播 他在今天公开表示 这种情况比任何其他的可能性都高 雷德菲尔德补充说 他没有任何暗示意图 也没有指责中国有意释放病毒 他猜测病毒从9月10月在武汉某地开始传播 目前病毒的来源仍然不清楚 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拜登总统的高级健康顾问福奇博士认为 雷德菲尔德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官员的支持 媒体公布的最新照片显示 总统拜登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用了小抄 其中一个小抄上有他准备叫到 问问题的记者的头像和名字 除了记者的头像名字之外 总统还用小抄来提醒他 关于基础建设的一些数据和事实 比如其中一条写着 美国现在在全球基建质量方面排名13 比2002年时的第五名下降了一些 尽管有小抄的帮助 拜登还是说错 他在一开始说 美国在基建质量方面排名全球第85 拜登似乎也一直忘记自己要说什么 在接受完计划好的一轮提问之后 他很快结束了发布会 告诉记者们好了我要走了 没有给记者们追问更多问题的机会 据国防官员称海军计划最快于本周六派遣一个由 Dredging Experts组成的挺估小组前往苏伊士运河 协助自周二以来就一直搁浅的台湾长龙海运厂四轮货轮 埃及政府目前已经接受了美国驻开罗大使馆转达的援助提议 白宫新闻秘书沙奇也在今天证实 美国已经向埃及当局提供援助 与埃及官员的对话正在进行中 白宫也非常密切地关注主事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 话语电视万箭新闻